這台車 老闆這車有這麼難搞嗎 還需要等你它嗎 我們先來從外面開始講 這是我們今天收到的一台車 LASUS一代IS200 你剛剛問的問題 這台車還不要整齁 基本上我們開店做生意 你送什麼車來我都可以整 錢就可以解決了嘛 這其實是什麼問題 那我們先來瞭解一下車的外觀 為什麼要整我待會跟你解答 這是一台看得出來很有年紀的車 燈都已經舊化了 也都狀況不好 保管也破裂了 鎖點也都斷掉了 引擎應該蓋不好了 這個其實蠻糟的 引擎應該後面的腳都斷掉了 縫很差 這邊排水盤也很糟 這連管子都外露 屋頂來看一下屋頂 這刺激了 這屋頂已經龜裂了喔 這個撥一撥漆都起來 這樣隨便撥 這個漆都可以撥得起來喔 這個漆都可以撥得起來喔 這屋頂其實已經算是癌症很默契了 側群都破掉了 我們來看後面 好 上圍一也是 碳纖維都反白 而且變形 往下 燈殼破掉了喔 這燈也不用修了啦 下面都破了 好 保管也是 鎖點蜜合度要重做 保管破掉 其實還好啦 還可以修啦 告訴你 我先來跟你解答一下 為什麼這台車 我們值得整理 IS200這台車 我們介紹不只一次了 Lazos一代 屬於操控派的車系 這台車至少是20年到23年的老車 中國的價錢 目前也沒有摔得很低 大概20萬內 16、18 看車況 但這台車為什麼 還會有人一直驅之路去玩它呢 這台車是改裝潛力最大的一台車 而且它是後驅 我們來看一下它 為什麼這個車主 這次願意花大錢來整理它 答案揭曉 這不就很好的引擎嗎 我真的喔 你跟我拍片拍那麼久 都看不出這個有什麼差別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嗎 這麼長看的一個東西 你認不出來是什麼東西 我外行人 好吧好吧 它是手牌的喔 行行行光這顆引擎 至少就值50萬 然後來看一下這內部 再講一下 這一顆呢 是SUPRA的引擎 二接力 Toyota最強調教馬力最大引擎 就是這一顆 搭配T672 渦輪跟HKS的EVC 這兩樣東西喔 這是管電腦 這是渦輪 只要是六缸的 二接力這個渦輪加這個電腦 隨便調都600P 600P喔 最少 上一任車主或上三任車主 曾經好好的愛過它 可能喔 不知道什麼原因喔 流落到現在這一任車主手上 他想要把它重返光榮 不要小看它 他們成交價聽數還蠻高的 外觀其實不重要 有我們就能搞定 通返20年前新車的模樣 好不好 我們來看看這集渦輪做得怎麼樣 OK YOOO Y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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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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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hought I was playing? Huh? Historic The impersonal But We M Huh You thought it was encro array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hry 太久了 也别说 老虞 Okay Thanks 你為什麼 這到底楊哥講評的時間怎麼樣 幹 差超多的 還是好話一句有錢就可以解決 今天我們這台主角喔 1999年IS200代目 這是最早以前其實當初就是以比較嬌小 比較刁鑽的方式推出這台車 還有非常大的族群在擁護這台車 而且它內裝外觀的CP值其實還非常的高 20幾就有了對不對 我們這車主接頭這台車 其實是一個落入凡間的戰神 這個裡面的心臟是什麼應該大家都有看到了 這一次所有的外觀的密合度全部都經過修正 這個頭尾燈都是屬於很好取得的改裝零件 所以這個價格都不高就直接更換了 市售就有買得到的改裝頭尾燈 這塊探鉗引擎蓋呢 我們是重新把它翻新整理 這探鉗是重包的 當然它這裡面的網格 魚網下面還有探鉗尾板 就是我們的隔水盤底下都還是探鉗尾的 包含了我們當初講這邊不是有缺腳嗎 兩邊都斷腳 密合度都不好的地方 有缺腳的 我們全部都把引擎蓋密合度做回來 這台車我們現在看的到這裡面有前置intercooler 就表示這台車 當初在做二階力引擎的同時 它做得非常的完整 前置的吸氣效果啊 加上它的渦輪 DVC啊 這些東西 全部都做起來啊 標準有測到馬力數據是570度 有570度 夠了吧 可以海見一堆人了 把這個錢包桿喔 多得密合度的 重新修正過 水箱道的部分 我們做整個消黑喔 把它翻新整理 當然這裡面的網子 全部都換成塑膠網 還換了一組新的光圈魚眼 整體就像翻新的一樣 本身的鋁圈是走19吋 當然要裝在20也可以 但是其實看得出來 這是寬體的車嘛 懂得了應該看得出來 這個的斜度齁 是做過寬體 微幅的啦 看它這個數據應該出來至少有2公分 這板金是用鐵鍵去做的 因為我們裡面看得到很久 不過也還不錯 換了這個新主人了 一樣是一台很帥氣 戰鬥力非常強的一台車 前面的卡錢走AP的卡錢 19吋的大小 355的盤面 6活塞 提升它的自動性 真主的側裙 HKS樣式的側裙 密合度全部修正到漂亮 都沒有任何規連跟破損了 整個把它翻新完之後 前到後密合度都非常的好 非常嚇人的屋頂 所有的補組全部打掉 光澤度跟精油的亮度都非常的好 以後不會再裂了 因為舊的這個漆底全部都打掉了 日規的晴雨窗 後照鏡也是重新翻新 碳纖維殼 當初的殼是泛黃的 造型也不太一樣 這個後規就看得出來有做了 一般的IS的這個板金 從這邊開始是平的 這個就很明顯 就是寬體的一台IS 這個地方看得出來它的痕跡 有波浪型的這個上尾翼 重新整理過 再包括新碳纖維 本來多出來尾翼我們也做過變化 我們把它切斷了以後縮小 做成一個碳纖維的樣式 本來這也不是碳纖維的 我們把這邊切掉了 這影片應該看得到 上過碳纖維的包覆 大概換了一組尾燈 後面的密合度也是重新整理 最重要的是我們幫它把這後面 後下我們幫它開了三個洞 再重新包覆碳纖維 感覺起來 一樣保持原本很日系的味道 這台車我並不鼓勵把它做得非常的誇張 因為它是一台很經典的老車 原則上希望它能夠還原成當下 20年前那種戰神的模樣 選擇這整台車的白漆 並不是IS本身的珍珠漆 我們是選擇用米上最白的白色去做 因為珍珠漆會有很大的色差的問題 其實以後在翻修上面也蠻困擾的 而且價位會比較高 非常的白 然後以後也很好照顧 那當然烤漆價格也不會太高 多出來的預算 去整理做碳纖維的升級 也如大家現在目前所看到的 除了白配碳纖維之外 非常的乾淨 稍微有一點年紀的 大概都可以回想這個車 其實蠻令人回味的 是一個仿造回到20年前的一個翻新的技術 並沒有用到任何現在新的線條或造型去做 這一次我們所做的特輯 老車翻新術 同新的讓這台落入凡天的戰神 回歸新的風貌 謝謝大家觀賞我們這輯老車翻新術特輯 謝謝大家 測一下在車子後 看一下它內裝還有它吹起來的感覺怎麼樣 上車 HKS EV7 這個是屬於就是一個渦輪調教霸速控制器 它可以調整瞬間增壓到多少批 只要搭配電腦去寫好 這一顆東西是不可或缺的 可以控制整個馬力的上限 而且可以分多功能輸出狀況 去試一下手排的喔 這個是武術手排 蠻飽滿的 最終還是要再回去再做過一次電腦的調教 這台車買回來到現在呢 第一站就先送到我們家 外觀整完之後要好好再回去把馬力重新升級 重新升級 也好了齁 它的事 如果要試它的加速 只要二檔一推應該就破盤 我們不要特別去欺負這台車了 我們還沒有真正經過調教 我們小試一下就好 很強 夠了夠了夠了 這位上 不要再衝 真的很快 歡迎訂閱加追蹤 裝模作樣實境Vlog 也記得按小鈴鐺 謝謝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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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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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